我們再重新開啟 好這邊的資訊當然會比較久 因為我們又多了 街道的名稱 所以這個長度就更長了 這基本上是不是在 手機也是可以warp 因為它是從文字 拉到最下面我們看看 舉裝說我們打10 101 好第一次讓它很卡 因為要 再下第2次 還是蠻卡的 好三次它才有動靜 然後我們顯示搜尋清單 它有10個還好它沒有超過20個 比方說我們要去嘉興公園 為什麼嘉興公園 剛剛沒有在 101的搜尋範圍為什麼現在會有 我們點進去看 原來是跟它的街道名稱是有關聯的 因為它這邊出現了101項 好那我們先前說的那本書 找到了 是這一本 OK 我們也可以把它切到那個 RGB的畫面 這是紅外線資訊 所以是這一本 所以是這一本 那裡面確實 它應該是它的書上的 第3個第3章嘛 第3個chapter OK OK 好 我們開啟我們 我們的那個 九官 與 App Inventor 2 它的一個設計的一個頁面 好 那我們在這邊呢 另外一個 另外一款App 我們是加上的一個搜尋功能 那 基本上呢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其實還是 在測試當中啦 還是在測試當中 那 我們主要是修改的部分就是我們Button 在這個地方其實是還是有兩個Button 一個Button是 有關於站 的搜尋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是 自然可見性是先讓它沒有 那我們先要去搜尋嘛 你要搜尋 有了之後 我們才會把 把你的站名才顯示出來 所以所以開始的時候 這個是 可見性是沒有的 那擺面的部分 我們也稍微調整了一下 這裡必須要 需要做一些調整 也就是說我們一開始 在 Screen 1 這邊的頁面我們是讓 允許它卷動 允許它卷動 至於說另外一個頁面 Screen 2的部分呢 因為基本上我們就 沒有做 太大的改寫 那我們就把一些 不必要的功能把它 略掉 好 所以要 簡單一點 好 那 所以它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 設計概念是在 從這頁面我們大概簡單講一下 好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 垂直佈局 垂直佈局它會顯示標籤1 標籤1大概會顯示字樣大概就是說 你搜尋到了多少個相關的 UBAG站 ListView1 那這個是 該顯示的時候它才會顯示 那另外我們有一個 文字輸入和 當成是顯示的工具 當成是顯示的工具 好 這基本上這邊 當然是跟之前 我們可能在 頁面上稍微有調整過 那我們這邊的高度寬度我們都是 色違填滿 色違填滿 好 那 好 那我們先切到城市設計的部分 其實也只有Screen1部分有修改 好 好 那我們這裡多加了一些變數 那 當之前的 Select menu 這些都是已經有的 那我們這裡加了一個 St list 就是相關搜尋到了贊的一個 清單 那 Side list Code list 之前的也都有 Select list也有了 另外一個就是它搜尋到的那些站的一個長度 所以我們這裡多加了 兩個全域變數 那 主要最 大的秀我們從 我們稍微稍微講它的流程 他當一開始當Screen1先出實話的時候我們就進入 這個網站 基本上這是Jackson格式的 一個 檔案 好 那 它的 這個樹狀的格式當然跟我們這邊的城市設計 當然有自己的關聯性 我們主要 當一開始當然是所有的資訊都去讀嘛 那我們知道它 首先它 它的key字 Return code 這是它的key 後面它的字是e 好那必須當然 去看它的key 當是 Ret code 如果是e的話它很正確 好 那它後面的 相關的資訊都是 它的 key是 IT VAL 後面呢 就是一個 蠻完整的一個 資訊 那它每一個站呢它前面都有一個key 然後它的站的資訊呢 然後它的站的資訊呢 它是 當成這個key的一個 值 所以它的主要的一個 結構是這樣的 那裡面當中會比較 還有 跟搜尋 搜尋有關的一些資訊 當然就是說OK如果說你知道它的站的編號 當然這個是 就在 你手機如果 如果 如果不想切中文的話你直接知道它的那個站的編號你直接打編號也可以搜尋得到 那 另外就是它的站名 那 當然我們也可以考慮另外 另外資訊就是它 是在什麼路口 可能這三筆資訊會在搜尋上是有幫助的 那 至於說之前我們也有顯示過它 的相關的 經緯度的資訊 這個是 北緯 這是東京 經緯度的資訊主要這個是用在Google Map上的一個顯示 當然後面有英文的一些 一些相關的一些東西 這個部分事實上我們在 在我們這個App完全沒有用到 所以我們去看到 比較關鍵的那個部分 最關鍵的部分事實上應該是在 在於這個 SELECT ST的這個程序 那 原則上 就是說我們 要 去 在文字輸入核 我們先看一下文字輸入核 1是在哪裏 這邊 文字輸入核其實是在這個粉紅色的這個 這個地方 這是我們要去搜尋的關鍵字 好 我們搜尋的關鍵字 我們可以看 那我們 呃 會 搜尋的 他的那個 站的那個Name 我們其實是在這邊的話 程式碼的部分 我們是有兩筆資訊 一筆資訊呢 就是 我們的 SNO 也就是我們站編號 另外一個資訊是 SNA 就是他的站的名稱 我目前來講的話我們是用這兩筆資訊 他如果 字串呢 如果有 啊 我們搜尋關鍵詞的如果是他這樣一個字串 裡面的字串呢那我們就會加入到 我們的 被搜尋到那個清單 好 那 OK所以在這邊如果 台灣文字輸入核的文字 在 我們ST 這個這個站的這個Name 那也就是我這個這個Name的話 我們就 會 把它列入在 這個我們那個清單 callist的這個清單裡面 callist的清單原則上這邊就是 就是 我們 跟之前 啊 都是一樣的 好 所以這邊比較關鍵的部分其實是在這裡的處理 好 另外我們在顯示上我們當然會比較 煩惱就是說他的 顯示的那個 啊 站數不能太多那我們目前在程式上我們只要限定為 啊 最多的是到20個站 啊 那我們在 程式 呃在 測試過程當中發現就有時候你的按鈕要 多按幾次啊他才會反應 啊因為 你的整個指示串的一個比對呢他是所有的404個站都要 全部去比對 啊所以這個其實來講的話他 的計算時間 這個是也是蠻長的 好 那所以在這邊如果 如果一時 啊沒有的話他就會出現的卡卡字樣 啊如果他確實是 小於小於等於20啊大於0的話我們 我們才會 啊把另外的那個 啊 才會做做另外的一個處理 好 當我們的 這個清單 啊顯示之後 應該說這個按鈕 按鈕 顯示之後 那我們 List V1的這個清單 我們就可以去點選了 啊那個點選之後 也就是我們的 StChoosen的這個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呢 我們 就會顯示 符合他搜尋的 站 當然有多少個 那這個時候有的時候也並不是說一次他就正確 因為讀取資料還要計算的上 比對的時間 也蠻長的主要是比對時間 好那每次比對就是 從第一個站到 404個站都要全部比對一次 所以這個是會花一些計算時間 所以他 並不是說想像中那麼快 好 所以有時候button要按兩次他才反應 那 所以如果他確實 是符合這個條件他是小於等於20 你就要搜尋的長度 而且是大於0 那就等於0就是沒有嘛 沒有那也沒什麼好 好顯示的 那我們的 就是之前的有一個文字 輸入核當裡面資訊呢 我們就會讓他的可見性讓他為false 那我們listview呢這個時候他就會顯示 那我們在這邊要處理的部分 特別要小心處理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listview1的 他的一個高度呢 跟他的相似其實是有關的 我們經過幾次的測試 我們發現 他應該是他的 總共的搜尋 的長度 乘以65 這個 他顯示的那個 長度才會當好 只經過多次測試 得到了一個結果 然後我們就讓 Listview1裡面的這些 select menu 的 東西呢 這些 就可以顯示 好 所以這個大 大體上應該是主要修改的大概就是 這個區塊 還有 search button這個區塊 以及 stchoosen這個區塊 其他應該沒有特別 有太多的一個修改 那我們這邊還多了一個程序 多了一個程序 就是 我們要把它加到我們的st list的這個清單 原則上我們的清單的項 就是 我們的 站的編號以及我們站的名稱 其他大概就沒有沒有太大的跟動 那 好 那我們就先 這個我們其實 其實 就可以先來看一看 我們開啟我們的 虛擬手機好了 我們看一下他的一個 知情的情況 好這是 他的一個情形 所以他現在一開始他先讀取 這404筆的一個資訊 那原則上他的 資訊我們剛剛也講過他主要我們搜尋對象是 他的 這個 站的編號以及他的站名 至於入口那個那個部分我們並 目前這個版本並沒有把它加上去 好 所以這個蠻長的 也就是說我們一開始 我們在screen1的部分我們必須讓他使客 必須讓他可以捲動的道理在這裡 並不是固定長度 好 所以在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 試著去搜尋 我們就可以打一些關鍵字 比方說我們要打木杖 按這個按鈕 按這個按鈕 目前的話他也只有這個button 另外那個 呃 站的選擇他 要之後他才會顯示 好第1次按他卡卡的他 可能還沒有真的 好計算結束所以你再按一次 然後呢 按兩次他就資料就顧不過去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 試著看他顯示搜尋清單 所以他有3筆 那在這邊的話我們可以去看 捷運木杂站 那木柵那邊有個動物園 所以我們這邊 搜尋的字樣改成動物 那這邊的話可能按一次不一定是正確 我們先看一下 所以它這邊的話它還是保留上次的資訊 好它事實上只有一筆 我們再按一次 再按 好這個時候它才正確 所以我們就點到動物園去看 好我們再返回清單 那我們如果想要去101大樓我們當然自然 第一個想不到就是101 所以我們就用這次傳去 搜尋 那這邊也是按一次 按一次可能不夠按第2次 然後我們再顯示搜尋清單 所以這裡面共總共有4筆資訊 那為什麼華山這些因為它可能跟它的 站的編號是有關的 所以這邊就101 好 另外捷運101市貿易站這邊 這可能是我們 想要關心的 好可借車數有45個 可停車會有7個 好 那至於說這基隆路這是因為它 剛好在這個 這地方有101巷口 好 好 好那我們當然可以 回到我們的 這邊頁面 那我們在這邊如果說我們要做一個 修改 如果我們要修改 的話我們希望是能夠 加上 接口的名稱 所以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們多一個文字 這裡我們 把它複製貼上 這邊的 SNA我們看一下 這邊應該是要改成 AR AR 好 那我們把它整理一下 好 這個是第 第1個部分 它的 贊的清單要修改 要修改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要修改 也就是在我們的SNA ST ST的地方這邊要修改 所以這邊一樣 再加一個文字 文字的地方這邊我們複製 這邊呢我們就改成 AR 好 那我們現在把街道的名稱也把它加上去了 那搜尋的話 可能 得到的 項子會更多一些 好那我們看看 再重新打包APK OK 然後我們再重新 開啟 好這邊的資訊當然會比較久 因為我們又多了 街道的名稱 所以這個長度就更長了 這基本上這個在 手機也是可以WAPK 你看它是從文字 那到最下面我們看看 就像說我們打10 101 好第一次讓它很卡 因為 這下第2次 還是蠻卡的 還是蠻卡的 好三次它才有動靜 然後我們顯示搜尋清單 嗯 它有10個還好它沒有超過20個 比方說我們要去 嘉興公園 為什麼嘉興公園 剛剛沒有在 101的搜尋範圍為什麼現在會有 我們點進去看 原來是跟它的 街道名稱是有關聯的 因為它這邊 出現了 101項 好 那 如果 我們 更引來 劑 就 吃 吃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